他還在強調說 我當時是被動參選 他還在講被動參選這兩個字 而且你回來一個人當兩個人 又高雄市的市政 有那麼多事情要做 他說如果我被罷免 我最遺憾的會是什麼事 大家超傻眼的 最遺憾的是 竟然沒有辦法推動雙語教育 現在高雄市最重要 只剩雙語教育了嗎 你怎麼看 實際上韓國瑜今天的表現 看得出來他反罷免的陣型 變得更完整 因為在之前他的策略 好像其實有點捉摸不定 就是高雄市政府的各個局處 在那邊半黑一臉 用強硬的手段 那韓國瑜本人也看不出來 他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所以造成韓粉雲的分歧 那他在那個影片出來之後 其實你看得到 其實策略非常明顯就是 第一個韓國瑜 他自己先半白臉 但是他半白臉 釋放出來內容是要強迫量票 因為一般來說 如果是選舉 上面有好多個候選人 你去排隊 人家根本不知道你要投給誰 可是如果是罷免的話 因為罷免只有兩個 那個答案一個是要一個是不要 要罷免不要罷免 所以當韓國瑜今天喊出說 希望我的韓粉都不要去投票的時候 他就是等於讓去投票的人 都直接跟要罷免韓國瑜畫上等號 所以你的秘密投票的保護就不見了 你就被量票了 那另外呢在黑臉的部分呢 則是有一些韓粉 或者說一些挺韓的大將來擔任 包括說這個立委啊 這個陳玉貞就說 我們要去看看是哪些人會出來投票 要罷免韓國瑜對不對 形成壓力 一個半白臉 設定了一個強迫量票的框架給你跳之後 另外一邊呢 這所謂的韓粉的壓力一來變成黑臉之後 他要製造出大家不太想去投票 不敢去投票的氛圍 其實罷免的門檻滿高的 也就是說每這個十個選民當中啊 你要有2.5個 100個選民有投票選的選民當中 你要有25個人去投贊成才會罷免 其實這個是蠻高的 4人就要有1人去投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他只要盡力的讓大家不敢去投 那就算他的反罷免票很少 他也可以過關 那過關了之後 他在高雄市長這位置上 還可以繼續住個2年 他能夠這個之前他也 這個聽過一個名言嘛 能混就混能撈就撈 那能發揮的東西當然也還很多 所以你今天在看他議會講的東西 其實不需要對他的字句太過認真 因為他這個人就是這樣 今天講的話明天會反悔 今天說誰說我要選總統 明天又說誰說的對不對 在這種東西之下 他的那個字句其實不是最重要 但總統是他的態度 他現在很明顯就是說要白臉 對不對 他說你們議員叫我道歉好啊 我就道歉啊 然後問我說專心市政 我就隨便講一個雙語教育對不對 因為他以前在家裡面是專門開這種 做這種雙語教育生意的嘛 所以他腦袋就想得出這個啊 其他市政比較重要 一時講不出來 他先講個雙語教育出來 等等的 其實他是要表現出一個說 好啦 那我來議會也給你們質詢啦 對不對 我也沒有跟你對嗆啦 我是不是已經改過自信啊 藉由這種方法去壓低對他的怒氣 不過我還是要覺得 韓國瑜你如果覺得說 這樣子就可以搞得定 你也許把高雄人想太天真了 這棵樹齁是在高雄叫做市盡之南樹 就是高雄最南端的有一棵樹 當時他會爆紅是因為韓國瑜 在那邊舉辦的這個跨年 贏這個什麼樹光的 結果呢現在呢這個罷免的人啊 都跑去這個到高雄市盡之南 專門在上面綁了很多這個 反韓國瑜的這個布條 黃絲帶 你看他都飄洋在這個上面 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 因為很簡單 今天你不讓人民去宣傳罷免 然後呢你這個用市政府的力量 去打壓這些罷免的宣傳 可是人民的怒氣沒有消散 反而就是這樣到處 搞不好明天後天那個什麼 不只南邊啦 那個北邊東邊西邊 也開始出現罷免相關的文宣 你要看到一件事情 市民的怒氣是在飄散 你今天演戲 你現在演了三分項 你能夠演到何時 6月6號投票之前會不會破功 會不會又發生什麼突發事件 讓人家看到說你果然還是以前那個流氓 一樣的韓國瑜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投票當天 如果說因為他這種強迫量票的策略 導致了衝突的發生 那這其實對他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總而言之那什麼粉紅絲帶什麼黃絲帶 這種東西其實是一種衝突仍然在醞釀中 韓正營仍然在準備好要去對抗罷韓 並不是說韓國瑜穿了個白衣衫拍了個廣告 就顯示說他已經軟化了 沒有他是主將負責半白臉 但是其實他的陣營其實已經全面動起來 要去跟那個罷韓對決 所以未來我還是認為說罷韓團體務必要小心 千萬不要被這些所謂的周邊的這些半黑臉的勢力所激怒 因為現在目前為止大家看得到的是 如何去延續那個氣勢 才是罷免真的成功的關鍵 不過他接下來又酸執政黨 所以因為現在執政黨 手握了網路跟媒體 而且九成以上的媒體 這個大概都導向了這個當權者的這一方 所以他說現在變成執政黨好像變成了上帝 然後在野黨變成了魔鬼 他說這個對民主來講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 你怎麼看韓國瑜的這個說法 有道理嗎 那從韓國瑜這個說法來講 他是不是還是滿腹的怨氣 他真的有真心想要道歉的意思還是不甘心 他是被動嗎 五百萬是他自己交的 今天不是說你簽名就可以 你要交五百萬才能參選總統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在去年從臺北到臺中到雲林到花蓮 那幾五場的造勢大會 人山人海萬人空巷 他對的不是蔡英文喔 不是蘇貞昌喔 是對付當時他的對手郭台銘 朱立倫 也就是說他從頭到尾 但不是被動 他主動的就拋棄了高雄市民 他要道歉的不是高雄市的那兩百多萬的市民 他還要道歉那個栽培過他的國民黨 我們站在一個客觀公正的立場 我們希望過去韓粉那種所謂的 韓粉俗稱寸草不留的那種原則 永遠不要發生 尤其你知道 最後兩句話來做個結論 我每次看到韓國瑜 我就想到了 我們大家都熟知的政治哲學家 二十世紀最有名的漢拉厄蘭 對 他寫過集權主義的延起 他有一句話叫 The banality of evil 平庸的邪惡 他發現很多人平常是個很善良的 在納粹集中印裡面 那個屠殺猶太人 可能在家彈的是莫扎特的鋼琴 讀的是歌德的 或的是世界名著 可是當他認為他在替天行道的時候 他就變成邪惡的化身 其實多少韓粉 都很可能是一個奉公守法的 去退休軍公教 多少韓粉可能就是一個 非常尋常的眷村大媽 或是家庭祖父 他們可能是實際功德會的 他們可能是基督徒 可是the banality of evil 當他變成韓粉的時候 你看他們對 不是對國民進黨 對所有站在韓國瑜的對立面的時候 他們幾乎是以寸草不留的方式 來做這樣的一種非常非常不理性的行為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還有幾天 大概兩三個禮拜我們就知道結果 三沙會不會成立 但是我真的要勸所有的高雄市民 包括我自己在高雄 幾乎是從小時候長大 我國小國中高中都在高雄 除了上大學來了台北之後 我要針對所有高雄的鄉親 送你們一句話 也是政治哲學家漢拉厄蘭 最近有一本他的次傳裡面 引用了他一句非常有名的話 或許可以給各位做參考 他說怎麼說呢 親身十句參與政治活動 是我愛這個社會的表現 如果你們愛高雄 你就參與這場活動 你支持韓國瑜 你就去投贈 反對罷免票 你反對韓國瑜就挺身而出說 我認為這個市長不及格 漢拉厄蘭這句話 送給所有曾經是跟我在一起的高雄市民 我的可能同學過去的鄰居 親身實際的參與政治活動 是我們愛這個社會的表現 所以我們希望6月6號 你喜歡他這是你的權利 你反對他這是你的自由 親身參與這場活動 讓這個投票率不管多或低 都讓我們看到高雄市民 對韓國瑜市長是繼續支持你 還是覺得你應該 就是像黃時代一樣 你應該回家了 不過半韓團體為什麼罵 這個韓國瑜是鱷魚的眼淚 因為韓國瑜發現大事不妙了 現在我們疫情守得這麼好 他本來還想封城的 封城大家就不用出來投票了 就像疫情這麼好 現在大家都可以出來投票了 所以他突然做出來這樣子一個呼籲